今天又收到两个快递 是我买的一个吸尘器到了 原来车上被那个吸尘器 现在感觉时间用的长了 吸力不是很好了 买这个吸尘器呢 主要是考虑到 它有一个这个东西 用这个东西装在上面 也可以吸床上的灰尘 咱们房车上 这个床是不像家里的 那个床 咱们可以拿扫帚扫啊 床底边它都是障碍嘛 网上看的这个吸尘器 颜值还不错 在这个庄上 它出风口在后边 感觉这样吸着 这个出风口分量也挺大的 这吸尘器除了可以吸床以外 还有一个吸灰尘的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嘴子啊 装在后边呢 这个就变成一个打气筒了 这个装在前面 这样吸尘 这后边就是打气 给气球打气 然后这个还带了四个这样的滤网啊 原来那个吸尘器它滤网只有一个 而且那个产品已经下架了 想再买滤网也没地方买 这个就带了四个啊 基本上可以说能用两年了吧 感觉 然后这个是华为的充电口 好了 让它充着吧 再看一下这个快递啊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 给电动车改那个报警器的 那个跑起来不是老是滴滴滴响吗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惊喜啊 啥惊喜 大家都懂得啊 插在电动车上啊 然后呢 我要跟那个客服问一下 这个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啊 然后按点什么按键 然后呢 那个滴滴滴的声音就没有了 说不定呢 还有还有其他惊喜啊 好了 咱们现在就去车下啊 把电动车拿下来 看一下插在啥地方 刚才已经看过视频教程了啊 说是要把这个电池盒子和这车座子要拆掉 先把电动车下拿下来 哎呀 这两天 西北的春季啊 风沙比较大 一层土啊 打开车座啊 他说是要把这个电池盒子拆掉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螺丝 用改锥 拆掉 这个车座拿下来 说是还有一个啥 插头在那啊 一个爆检器插头在哪啊 没有啊 没有一个爆检器插头啊 我看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插头的 是不是插这啊 是不是插这个地方啊 这怎么跟视频教程上的不一样呢 这是电脑的电路板 不行 我要再问一下他 这是干啥的 好像防灯烟一样 刚才又问了一下客服 说是想把这个控制器拆下来 有可能那个插头是在控制器上插的 每个车型它不一样 幸亏咱们有快速扳手 拆起来还容易一些 到底哪个是吗 但是大的还是小的呀 他说有可能是这个 就这个 六个洞的 我首先在打视频 问了一下客服啊 客服说是 不是最左边的 就是最右边的 咱一个一个试吧 插上这个控制器以后 电池接上 电池接上给它通电 能够着吧 够不着就放这 插上以后怎么操作呢 诶 这就好了 然后说是按住开锁键 来 这就开了吗 你按这个 然后咱们开锁 四声音叫完了 啊 四声音叫完了 叫完就好了吗 好了 现在按照他们的要求啊 应该是已经解码成功了 把这个坐子再给它装回去 螺丝就先不上了 咱们先试一下 试齐一下再说 你去不去 走 走 看一下啊 有没有惊喜啊 这感觉起步也是那个样子啊 诶 不过不响了 骑着不响了 咱们加速直线试一下 今天的风好大啊 好像是有惊喜 停一下啊 咱把手机导航设置一下 看一下GPS是一个什么数据 好 随便设置了一个导航 咱们试一下啊 看一下GPS的时速 好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 即将在道路镜头右转 好 那你先错了 又转 进入金河风情大道 七八人跑三十八 这个最多也就跑三十五 不可能解太快 实验成功了 咱们现在把螺丝都装回去 顺便把这里边擦一下 这壳子也擦一下 啥时候再换一个这个座子啊 就是家常的 一直这么长 这样后边人坐着也舒服了 慢慢再改造吧 测试完电动车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吸尘器的效果怎么样 看到这个地方没有 这份里有很多旺财带出来的那个猫砂 因为原来那个吸尘器是吸不出来的 看一下这个的效果 哎 效果可以啊 这个它这个头是比较小的 塞进去的话就可以吸出来 哎呀 好了 这死脚卫生 终于打草干净了 看一下吸出来多少东西 哇 这么多 这么多猫砂 这绿星外边是套了一层金刚网 看着还不错啊 吸力还行 就是外边这个罩子是个塑料的透明的 它用着用着不会破了吧 用用再看 反正就是几十块钱的小东西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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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